欢迎来到科学微学习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中的小视频概念 驾驭帕金森病 揭开复杂的面纱拥抱希望 介绍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人 作为一种影响运动和生活质量的疾病 帕金森病给个人极其所爱的人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深入研究帕金森病的复杂性 探索其症状、原因、当前的治疗方案 以及为更光明的未来带来希望的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了解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主要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破坏成为黑质的大脑区域的正常功能 这种破坏导致多巴胺缺乏 多巴胺是负责协调运动的重要化学现实 随着多巴胺水平下降 帕金森病患者会出现一系列运动和非运动症状 这些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恶化、识别症状 帕金森病的症状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可能不同 但最常见的运动症状包括震颤 运动迟缓、运动缓慢、僵硬和姿势不稳 也可出现非运动症状 如抑郁、焦虑、睡眠障碍、认知改变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如果您或您所爱的人遇到任何这些症状 请务必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进行全面评估 原因和风险因素 虽然帕金森病的确切病因仍然难以捉摸 但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有助于其发展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某些基因突变与患病风险增加有关 但大多数病例是偶发的 接触某些毒素和杀虫剂等环境因素也与风险升高有关 然而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分理解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目前的治疗方法 虽然目前无法治愈帕金森病 但有多种治疗策略可用于控制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 左旋多巴和多巴胺激动剂等药物 旨在补充多巴胺水平或增强其在大脑中的有效性 物理疗法、职业疗法和言语疗法可以帮助个人保持活动能力 提高运动技能并解决言语和吞咽困难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进行深部脑刺激 DBS手术来缓解症状研究进展 对帕金森病的研究是一个活跃且不断发展的领域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可能减缓疾病进展的潜在神经保护疗法 他们还在探索基因疗法 干细胞移植和其他恢复多巴胺生成或保护多巴胺生成神经元的创新方法 此外 可穿戴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 有望更好的监测症状和制定个性化治疗计划 支持和授权患有帕金森病需要应对身体情感和社交方面的挑战 支持网络包括支持团体咨询服务和教育资源 可以为个人及其看护者提供宝贵的指导和情感支持 必须培养一种父权感 通过参与他们喜欢的活动并找到适应性策略来克服局限性 帮助帕金森病患者保持积极和充实的生活 结论帕金森病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 尽管它带来了挑战 但研究治疗选择和支持网络方面的进步为更光明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通过提高认识促进研究资助和提供全面护理 我们可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并努力寻找治愈方法 让我们一起拥抱希望任性和同情心 为更好的理解和管理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开辟道路 q 首先